你不能到哪里去 就来个易曼陀罗灌顶 什么都没有都很简单 就随便就易曼陀罗灌顶 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画符的人 有很多人画符学画符 画符要有笔 要有纸 要有这个燕台 要有墨 要有水 那么要每一种都要清净 真正的画符的话 是要点灯 香花灯茶果 供品 还要祈祷文 还要画书文 还要请神 到时候还要送神 最后遗轨 还要顶礼 还要礼拜 供养 照样遗轨这样一套下来 才开始画符的 最后符画完了 还要送走他们 还要送 所以归籍很多的 但是最高到的画符 是意念画符 那个师父讲的 这个意念画符 就是这个 拿起这个剑子来 就这样子 在悉空中画一道符 然后吹一口气 吹一口气 这个符就走 就可以走 那么送到哪一个地方去 这个就是意念画符 没有符 就以手指为符 以西空为指 以这个灵气当水 当这个燕台 当这个墨 就这样子在西空中画 画完以后推出去 就产生作用 这个是很高段的 很高段的这个画符 所以我们讲这个 真正的这个意念 发出来 就形成一种历练 这个都是很高段的 所以一般来讲 很多是有形 有形 有相的 这些是属于 事法 事部 行部 到了 宜家部 无上部 的时候 都是很高段的 完全用意念 像要一个人超度 超度一个人 我们一般超度一个人 要念经 要画写书文 一样的 要这个请佛菩萨来 要招请 然后给他供养 我们做礼拜 做完礼拜以后呢 我们就好好念一部经 给这个亡灵听 那么请他吃一些东西 喝一些东西 到时候再给他亲近 要他忏悔 然后再给他送到 请佛菩萨接引他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再画几条船给他做 画几条船给他做 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高段的这个 这个超度的话 就是一刹那之间 一刹那之间念一个咒语 变化成了一条金船 马上把它载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很高段了 什么通通省下来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意曼陀罗跟四法曼陀罗的 之间的一个差别 意曼陀罗完全用意念来承办 四法曼陀罗完全都是用现实的东西来承办 那意曼陀罗是比较高段 那么所有有形有相的曼陀罗 是一般来讲起来是 开始做的时候都是要这样子做的 这个就是意曼陀罗跟这个有形的曼陀罗之间的这个差别 就是在这里 另外还有生曼陀罗灌顶 生曼陀罗灌顶 灵师论中除柱逝水 即将之尊 开示弹场三法 未说移入曼陀罗法 然依应作 应该也是可以做的 生曼陀罗就是以身体当成弹成 以一个金刚上师来讲起来 金刚上师他是可以把自己的身体 变化成为一个曼陀罗 那么也可以把地质 要灌顶的地质 变化成为一个曼陀罗 那么由曼陀罗跟曼陀罗之间 去传授灌顶的方法 像这个 其中他讲注释水 降之尊 降之尊是什么 降之尊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就好像中国的这个 台湾的那个 当基就是在降之尊 这个神灵附身 就是金刚神附身的时候 金刚神附身 就是升曼陀罗 以身体作为 灵下降的 器具 就是你的身体 那时候已经变化成了曼陀罗 这个时候就是降之尊 也可以做的 也可以这样子做的 他这里讲 以示身曼陀罗若喜气舍入曼陀罗法 采会阴同 比记不耳此因何然 比经以行进行厚淫 赤匠经罗等 公建即建伦如前奏清静 建受地之所 应该也是可以传 也是可以传灌顶 用升曼陀罗来讲起来 也是可以传这个灌顶的 像受祭啊 庆卫啊 彼夷何说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升曼陀罗 义曼陀罗 彩绘曼陀罗 种种的曼陀罗之中 都可以做灌顶 都可以做灌顶 只是他也 谈到也是有条件的 那么 易曼陀罗是最高段的灌顶 最高大的灌顶 有时候一个意念 传送给弟子 那么弟子得到这个意念 就是受了灌顶 就是受了灌顶 这个当然是最高段的 这个当然是最高段的 那么我们 做供养啊 做大礼拜啊 其实 增活中的大礼拜 也是在一大礼拜 也是一大礼拜啊 你是在做一礼拜 我跟你讲一礼拜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处白光 红光 南光 顶礼下去 顶礼你便没有真实顶礼 但是你观想你已经趴下去顶礼 然后在第二次礼拜 这个白光 这个白光 红光 南光 也是一样的意念下去 去顶礼 所以也是意念礼拜 意念礼拜 意念供养 意念披甲护身 都是在意里面修 所以我们做护魔 观想这个贡品 变化成为 整个山 整个海 布满 整个西空 那个都是在意供养 做护魔也是在变化 做意供养 所以整个修行来讲起来 可以讲是 就是意修 很重要的这个意修 今天就谈到这里 阿玛丽拜明